疫情延燒兩年多 指揮官陳時中也抵擋 輔助追破Ormocron大海嘯 6月12日確診 捷衣中心說明陳時中有全身酸痛 流鼻水打噴嚏等症狀 每天下午的記者會則由 副指揮官陳宗彥職務代理 看看陳時中68歲 心臟裝有支架 已經符合抗病毒口服藥的資格 65歲以上的話 基本上大部分就 沒有什麼特別的藥物 交互作用可以排除的時候 醫生都會主動來開立這個藥物 不過阿中部長 打滿三劑疫苗 為何被突破性感染 陳時中打的是AZ加AZ加高端 根據靈口腸根研究 這個組合中和抗體濃度 提高12.7倍 是所有試驗組合最低的 台大額一院長黃立民表示 68歲心臟裝有支架 長期吸菸 分析如果五天內容易喘 精神不佳血氧濃度下降 需進一步治療 其他醫師也認為需要十分小心 長期抽菸的話 的確這個肺功能會比較差 在家裡大概走路六分鐘左右 如果這個血氧會掉四個人以上的話 都要救醫去 有一些慢性病 所以它是比較高風險 有機會成為中重症的 全台灣打起來 抗體比較低的一個組合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 它的保護力就比較差呢 其實也有可能 獨立學家趙明威認為指揮官確診過 才更能體明鎖苦 把病毒肆虐的狀況儘快控制住 疫情受了兩年多 連指揮官都確診 恐怕也造成民眾心裡不少恐慌 借黃毅俊楊宗宴臺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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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